第三个新闻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广达台湾的公司电子大厂 他被人家资安被骇客害了 然后你是把他苹果的图给招窃 他勒索赎金5000万美金 但是被广达拒绝 他是遭受到我们来看一个REVALreview 一个勒索软体 他说你看我现在手上有苹果的图 你要是不给我钱 我就把苹果的图公布 当然台湾是替苹果代工的 你把客户的资料丢了这还得了 他现在出来了以后 大家都觉得非常的惊慌 赶快跟资安的团队研究 但是REVAL后来发现 你要跟广达勒索没有用 广达只是一个小咖 所以他现在就要跟苹果勒索 他目前已经贴出了 21张MacBook的原理的截图 他说我会把这个图 统统的贴上去 你要是不付给我 5000万美金 那我有几个观察 第一个 我们看到这个资安的问题 现在未来是越来越多 因为现在大家都上云 都会用这个信息的平台 企业个人都要在云端工作 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要 多多的用这个公有云 你不管是用亚马逊 AWS或者用微软 你不要自己这边 没有做好资安 而且结果被人家 这个骇客 把这个资料偷走 那小鹰的话是有在新的 这个台湾的六大战略产业里面 有把资安列为一个国安战略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